在过去的2017年,吉利宝俊的车企纷纷摊入年销百万大军,2018年更是世事待发。 宝俊510,宝俊530以及宝俊560,都交出了满意的答案,而宝俊310作为乐趣的计刃者,在2016年上市之后,更是一度达到了月销量3.5万台的水平。 这可比大众还要省,难怪百姓人人都爱它,3.68万的起售价,算上4S点钟的优惠,只要4万就可以上路。 要知道这样的价格,一般只能买微型车,但是宝俊310则是一台不折不扣的小型车。 试问下还有哪家车岂能搬到,不管是刚上班的二星阶层,还是一些低收入的人群,买它可以说是毫不费力,既能满足日常出行,还能遮风挡雨。 家族式的前进气格山辨识度非常高,银色是条进行装饰,更具质感。 整车的长度为4032毫米,轴距为2550毫米,车尾的设计十分精巧可爱,椭圆形的尾灯组让你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。 走进车内,虽说是一款低价车,但居家的内饰风格,十分耐看,仪表盘中间还有一块显示屏,可以显示油耗等信息。 动力采用了1.2升发动机,最大功率为82马力,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这样的动力,足够满足日常驾驶的需求。 绝对是这个细分领域的角局者,它将小型车价格删入4万元以内,虽说配置有点偏低,但价格足以让你心动。